2018年春节,军事题材电影《红海行动》上映,在观众中引起巨大轰动。 影片根据中国海军野门撤侨真实实践改变, 片中,林一号战舰原型正是曾执行海军第十九批赴亚电湾索马里赴航任务的林一舰。 夜门撤侨行动中,张广耀时任林一舰实习舰长,担负战舰防御任务。 我们在撤离外国公民的时候,突然一枚榴弹打在了码头的塔标上。 非常清脆,非常响,靠港的码头,它的北侧应该是亚兵港的机场。 那个地方正在进行交战,炮火,声音都比较响,时不时就冒出这种浓烟。 2015年3月,野门爆发大面积武装冲突,整个野门坐上了火药桶。 林一舰冒着战火,九天之内三进野门,安全撤离出432名中外公民。 三年后,湖北女孩邓令令再次登上林一舰。 她向全舰官兵身居一躬,弥补当年撤离中,没来得及致谢的遗憾。 她向我们所有去职行任务的官兵身身居的那一躬的时候,我的眼睛都湿了。 我们有的时候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与家人,与亲人之间,巨少力多。 在那一刻我们感觉是非常非常值得的。